金发在梦境的男人手洗刀落 向他跑来的咒灵死至瞬间断开 正当他给咒灵最后一击时 咒灵胳膊上的手表让他愣住了 没错 他打败的怪物竟然是人类 在这些人类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学校里这上演一场霸凌事件 三男一女围在一个男生面前 老师瞄到了他们也见怪不怪地路过 被围住的男生叫吉尔顺平 是个软弱也没什么存在感的人 他被这个面前的女生当作彰显地位的工具 不过就算被霸凌 也丝毫不影响我说真话 朝着面前的女生说道 你这个女人就是普信女 后果当然是让揍了个惨 更惨的是出了学校 看个电影还能碰到这仨男的 果然霸凌别人的人素质没强在哪 电影院里都大喊大叫的 虽然算是四人包场 但是后面好歹还做了个顺平啊 顺平忍不住了 电影批断的尖叫 和三人的吵闹声中 顺平看见一个蓝发男人 出现在了三人身后 电影院突然安静了 电影结束 灯亮起 已经变成大头娃娃的三人 又入顺平眼中 他想起了 那个蓝发男人 顺平追了出去 在一条小巷里 他叫住了蓝发男人 他追到这里 不是为了捉拿凶手 因为软弱的他 也想拥有这种能力 三名男子高中生 在电影院里头部变形 死相惨烈 学校将虎杖派去调查 五条老师给虎杖找了个 自己的后辈 七海贱人 代代虎杖 这金发男人不仅上过班 而且还是一级咒术师 是个非常靠谱的 前上班族哟 刚见面 靠谱男人一句 劳动咒术师 都是狗屎的社畜发言 让虎杖吓出原话 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要带着虎杖 去调查这起案件 电影院里 靠谱前上班族 教会虎子看咒力的残悔 点儿跟着残悔去了楼顶 一直喊着便当的咒铃 迅速爬过 还有个白色的咒铃 也趴着门框 等着被揍 靠谱男人抱怨着 拿住自己 裹了好几层的砍刀 走向便当咒铃 嘴里还念叨了一堆 该怎么打 他让虎杖听 虎杖哪能三心二意呢 虎杖刚回头头 就让另一只咒铃打飞了 只见 靠谱前上班族 又裹着布的刀背 挥向咒铃 咒铃四肢竟然断开 虎杖都佩服这技术 不过最重要的是 虎杖终于能集中精力 持出五条老师 挖掘出虎子的新技能 竟停拳 一击两拳 击穿了另一只咒铃 咒铃露出了痛苦面 靠谱男人直呼 不愧是五条带出来的 这咒铃和体力都上聚了 那可了得 回过头 真的靠谱男人 要给咒铃最后一击 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被手机拍起来的手臂和手表 无不显示 这怪物可能不是咒铃 经过解剖 果然 这些咒铃在此前都是人类 是被咒术改造的 经过分析 胡章几人确定了犯人的位置 也准备调查 在电影院出事当天 急松松走出电影院的高中生 吉野顺平 记得点个赞 明天的故事更精彩哟